历史上有些名人,他们有的被冤枉千年,有的被曲解,有的被美化。今天我们聊聊八位您熟知的历史人物,看完后,一定会颠覆你对他们的认识。 1. 蔡伦 提到造纸术,大家就会想到东汉的蔡伦,它凭一己之力,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然而很少人知道,蔡伦在发明造纸术之外,却造了很多孽。 公元75年,蔡伦进宫当了太监后,他被提拔为皇门侍郎。 而当时的窦皇后,由于一直都没有生育,他便指使蔡伦去诬陷太子刘庆的生母宋贵人,逼宋贵人自尽,并非太子。 然后又安排蔡伦写匿名信,陷害皇子刘兆的生母梁贵人,将梁贵人的儿子过继为窦皇后的继子,并立为太子。 汉章帝驾崩后,直岁的刘兆继维及汉河帝,窦太后垂帘听政。 蔡伦被封为中长氏,并且参与政氏。 窦太后去世后,蔡伦马上改投靠刘兆的皇后,邓随。 邓后喜欢画画,但当时的博纸很贵。 蔡伦马上自告奋勇,专心研究造纸术。 公元105年,蔡伦用新纸写成奏折,并献上。 汉河帝大喜,赵令天下,在朝廷内外都开始推广使用。 人们就把这种纸称为菜喉纸。 然而好景不长,汉河帝早逝,13岁的刘幼继位为汉安帝。 刘幼就是当年被费太子刘亲的儿子。 汉安帝掌握大权之后,就为自己的父亲报仇,下令让蔡伦自行认罪。 蔡伦知道自己罪不可恕,最终服毒自杀。 就这样蔡伦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星气急 说到南宋星气急,大家一定听过这句,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直以为他是一个优雅的诗人。 后来才知道他写诗只是为了消遣。 其实他还是南宋一位勇猛的战神。 星气急,若冠之前就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参加耿晶起义军抗精。 后耿晶被叛徒张安国所害。 他率领五十骑兵,冲破五万敌军营中。 擒杀叛徒张安国,率部归降南宋。 但星气急并未受到南宋的重用。 他先后任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安抚时。 采取了许多强国立民的措施。 晚年任镇江之府时,仍积极备战。 期间,他还创建了飞虎军。 然而岁月流逝,英雄老去。 他最终还是没能完成自己保家卫国的心愿。 最后郁郁而终。 三、张飞 在三国演义里,他被罗冠中描写成了一个鲁莽的屠夫。 真实的张飞,不是戏剧当中所描绘的粗鲁莽撞人。 而是具有深谋远虑的细心周道人。 张飞为人勇猛,曾率二十骑兵,于长板坡下退曹军。 而且书法不错,他善化美人。 现今仍存留着他的墨宝和画像。 张飞对待有学问的人十分礼遇。 他也英雄惜英雄。 三国志说他放了炎炎之后。 炎炎无以为报,但说出不需要任何刀工,就能夺取各个关爱。 因为落成的所有关爱都是炎炎所管。 炎炎为前军,张飞领军在后,每到一处都呼出投降。 一路顺利无阻,就打到成都同流被会施了。 可见放了炎炎收到的政治效果,确实非同一般的好。 而反观他二哥关羽,关羽在樊城抓到勇将庞德后,立刻就把庞德砍了脑袋。 对比之下,张飞就比他的二哥,心思更加细致,考虑更加长远了。 四,周瑜。 说到周瑜,我们脑中就会浮现出,那个气量狭小,极闲度能的形象。 难道周瑜真的是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 实际上周瑜和比他小六岁的诸葛亮,并没有见过面。 在刘备劝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周瑜作为东吴的开国功臣已经名满天下, 根本不会注意到诸葛亮这个刚刚出道的小人物, 更不会有寄生于和生量的感慨呀。 根据正式记载,周瑜气量大,品质好,深受众人爱戴。 看人准,能则民主,会选能臣。 鲁肃就是他挑选的得利人选。 而且,周瑜文采超群,精于英律。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周瑜劝说孙权进军四川, 在准备的途中,当时的周瑜被剑射伤。 骑马的时候又不小心让伤口裂开了。 在巴丘并逝享年三十六岁,他以军事谋略,让吴国稳坐江东, 以赤壁之战,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势。 五、隋阳帝 隋阳帝的恶名最早可以追溯到, 瓦岗军首领李密发布的《讨隋阳帝》习文。 然而,历史上的杨广有着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 杨广是隋朝第二位皇帝, 兼具文质和武功被誉为不适之才, 创下的四大辉煌业绩令人铭记。 一、新建洛阳。 二、铸造金航大运河。 仅用六年时间,成功连接黄河、淮河和长江水系, 建成了举世文明的金航大运河, 至今仍是全球最长的运河。 三、推广科举制度, 使官员选拔从世袭制, 转向公平的考试制度, 给予普通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四、开拓西域。 隋扬帝参与多次战役, 平定了土谷魂, 设立了西海、河园、 善善、且莫四郡, 开创了广袤的西域疆土。 隋扬帝虽然最后因为穷兵独武, 急功近利, 科捐杂税, 耗尽名利等等。 终让他走上亡国之君的道路, 但他所依留下的千秋伟叶, 却能一回于万世。 为唐朝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潘金莲、 武大郎。 通过《水浮传》和金平梅两部著名小说, 武大郎潘金莲的故事可谓路人皆知。 小说中的武大郎被描述为矮丑错, 潘金莲被描述为毒杀亲夫的淫荡女人。 然而世事上的武士夫妇却是狼才女貌, 子孙满堂的幸福之家。 武功名教旨, 小时候被称为大郎。 武功的夫人潘氏, 出身名门。 武功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 和母亲相依为命, 生活艰难。 他在年轻时聪明伶俐, 崇尚文学和武术尤其喜爱诗书。 中年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静诗, 官职达到了七品。 他为官清廉公正, 受到乡民的尊敬。 另据1996发现的武之的小腿骨测算, 武之身高应该超过1.8米, 绝非武短身材。 武大郎和潘金莲的故事纯戏民间杜传, 后被施奈安添油加醋写进了水浒传。 不仅让武之潘金莲两人名声敬悔, 也给武潘两姓带来灾难。 清河县的武家与潘家至今不通婚。 七,法海。 白蛇传中的法海, 因破坏白娘子和许仙的感情, 大家对他骂声不断。 然而真正的法海是, 唐代宣宗年间, 吏部尚书, 裴修的儿子。 裴修出身官患代代信佛, 法海少年时被他父亲送入佛门, 娶号法海。 出家后先去湖南围山修行, 最终到镇江的泽新寺修禅。 建于东晋时期的泽新寺, 寺庙已清毁, 杂草丛生。 此时的法海跪在残佛前发誓修复山寺。 为表决心, 他染指一解。 法海身居山洞, 开山种田, 经研佛礼。 一次法海挖土修庙时, 意外挖到一批黄金数益, 但他不为金钱所动, 而将其上交当时的镇江太守。 太守上奏皇上, 宣宗身为感动, 下令将黄金发给法海, 让他修复庙宇, 并命名为金山寺。 从此泽新寺改名金山寺。 现金山寺仍有法海洞, 据传就是修寺时所居的洞。 法海是得到高僧, 历史上从没有拆散别人的家庭。 据说法海曾驱赶一条白蟒蛇入长江, 后来就有人据此创作出了白蛇传。 八,商咒王。 一直被认为是头号昏君和暴君的商咒王, 才真是沉冤了整整三千年。 荀子飞向篇提到商咒王地心, 天资聪颖才之过人, 武功高强且能言善辩, 是一个真正的帝王之才。 地心继位时, 面临内忧外患的政局, 他大力发展农丧, 一改先王之前留下的弊病, 不再屠杀奴隶和俘虏, 让他们参加生产劳动, 很快商的国力开始强盛, 不论出身, 为才是举。 史书记载, 奴隶出身的飞联和厄莱两人, 成为征服东夷的主将。 木野之战后, 骤王地心自焚, 手下飞联自杀殉主, 厄莱领兵战死。 回顾地心的一生, 他也做过功在千秋的事, 他将中原文化, 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 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创造了先决条件, 孔子的弟子之一, 子贡, 就为昼王评过反。 他说昼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 昼王也是后来的周朝, 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嗜好, 急伤昼王。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 请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见。